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几课咱们介绍了连接数据库处理 用了几个简单的函数 对不对 咱们连接上数据库并选择了默认的库 下一步是不是就执行色谱语句 有一些是不用执行色谱语句就可以完成的 什么系统自带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获取服务器的一些信息 那哪呢 我们找一下 比如这里边 我现在想知道服务器的版本主机是什么呢 你看这里边可以看到 获取买所有客户端的信息 请看一下 返回的是一个租策对不对 不用传任何参数 那我们在这儿画 直接 挨口一个 买所有客户端的信息 对不对 连接个换行 dr 我们来访问一下能不能获取到 看一下 获取到了这个id这个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没什么用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下边有什么 买CQ的主机信息 你可以看一下 返回的是别的字幕算需要存一个资源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块直接 挨口主机信息 换一下行 对吧 当然我全里的写出来 你看还有什么呢 还有 像返回这个什么买CQ的协议信息 对不对 也不需要 这协议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整形数 对不对 那这个整形数呢 咱们得用买CQ的一个协议的版本 看 看下边了吗 用最多版本 咱也是直接输出吧 那一个整件号 咱们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对不对 太得去查 那这我就不写了 再往下看一下 服务器的信息 咱说有些东西是不用色谷语字的 那说用色谷语字能够做到呢 也可以 既然都有了 咱就不用自己编色谷语字写了 对不对 他把常用的都给我们提供什么 提供好函数了 你看 对不对 现在我们用的 看好我们现在用的服务器的版本是5.6.12 对吧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版本 这就是我们执行操作的步骤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我们把不要的步骤先去掉 好吧 给它解决一下 先连接失败这个 我们展示也不用 你就看最简单的几条代码 选择连接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执行关闭 这不就那么几步啊 其实现在常见的就这三条代码 对吧 可以连接 可以选择 那执行色谷语字 执行色谷语字呢 所有的色谷语字都说了 语字什么 有DMR 有DCR 有DQR 对不对 还有DDR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那这么多四个语句 咱们执行哪些种呢 咱比按这个本 大家有的还不懂 对不对 语句 你在命中行执行你这个时候 你就记住两种就行 一种是给你返回带结果的 一种执行完成功试试做设置用的 对吧 那都是什么样的带结果呢 像查语语卷 比如select select from 从users表里边之类的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结果 对不对 这是查语带结果的 那不带结果什么 你插入一条语卷跟你返回是个表吗 不是 像DESC users 这是有没有结果的 是不是有结果的 只要给你提供类似于这样表格的信息 这都是有结果的语卷 那有结果的语卷是一种 没有结果的语卷又是另外一种 所以这话我们语卷要分两种 语卷分为两种语卷 都哪两种 一种是没有结果的 没有结果的 没有结果怎么办呢 执行成功 返回真 失败 返回假 看到了吗 还有一种 另一种 是有结果的 那有结果的都有什么呢 就是执行成功 返回结果集 结果集是什么 结果集是一个资源 看到了吗 那有了这个资源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得处理资源 处理这个资源 从结果集中 将结果格式化 从结果集中将结果取出并格式化处理 什么叫格二处理 比如说结果集拿到数据 把它变成表格给用户显示 是不是就叫格二处理 所以你也不用记什么DMR DCR DDR什么语句他都能执行 对不对 但是有结果集的语句 就能看到结果的语句 咱们得把结果处理一遍 不再结果就不用处理 成功失败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把语句变成最远古 好吧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没有结果集的语句什么呢 没有结果集的语句 没有结果集的语句 什么结果集没有结果集呢 比如说DMR 这也都没有结果集 那这些大家听不懂什么语句 像创建库创建表的语句有结果集吗 没有 没有 像赋予权限的语句有结果集吗 也没有 那是DCR 像比如说插入语句有结果集吗 没有 更新语句是不是也没有结果集 删除语句是也没有结果集 对吧 像这样语句是没有结果集的 没有结果集 那么法度就真假 对 我们来对比一下 你看 先看一下 比如说 咱们现在已经有一个表格对吧 对 执行证毁就用的什么函数 就是用买C口下方性QEI 里边只要放上CQ就可以执行证毁 只要放一个 正确的什么Circle就可以执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反复的值 反复一个什么类型对不对 VR 小型DUMP 大部分RESRD 对吧 首先这四个语句如果有错误 空的语句是不错误 对不对 如果有错误它反复的就是假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反复假 对吧 如果语句有正确的话 它就是反复真 有个CIRT创建表 对吧 比如说PRO项目User 另外一个就写个ID INT 语句是没问题的 在语句里边是不用端号的 知道吗 语句是没问题的 是不是就创建一个表 那我们执行一下 反应是不是就真 我们这里边有没有表 受Tables 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PROUser 表 证明我们是不是承认成功了 对 同样像这里边插入一条语句 你看 这是一个语句 假如说我们再做一个 CIRT语句 现在里边插入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 PRO项目User 对不对 V6值 比如说 这边传个E 你看是不是插入语句 我们再执行一下 是不是也是真 对不对 但是如果执行查询语句 反应就不是真了 成功 失败 它也是假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这里边再执行一下 DoubleCircle 等于 DSC User 有没有结果结 是不是看到一个表 有结果大头 那我们看一下 反应来的 是不是结果结 对不对 我们看的是这个资源吗 我们想看到DSC的结果 要的是不 想处理 就是一个列表 一个表格 对不对 我们就得 处理结果集 反应资源 那同样 像这样的语字 也是 SELC Select 行 不让我们从User 这都是资源 看到了 对吧 这样的结果集 是不是资源 就这样 你看一下 是不是反应结果集资源 比如说 Show Tables 看有多少个表 只要在结果都是资源 咱们都得处理 对吧 这里边 增判改查 是不是现在语字就分得很清楚了 对对不对 后期 所以大家会执行很多这样的语字 对吧 现在咱们假设 我现在写一个标准的能够 像这个表里边 ID Email Name PSS A纸和这个 性别 像这个表里边 我插入数据 ID不插入 看我怎么写 我从GET里边去插入 当然表的TGET是POST 好吧 写个这样的语字 那我先插入一句 Certive 等于 Insert Into 这里边有一些细节 跟大家说一下 插入什么呢 User's表里边 这一块最好是把字段都列出来 有什么 Name 密码 看一下字段名是不是这样了 对吧 然后 名字 密码 年龄 性别 Email 可以跟表字段不对应 如果你要是怎么的 不写这个的话 直接写Y6值的话 是必须跟它对应上 然后这里边只有个特点 所有的值 当然整形可以不用单眼号的 对 但是给大家一个规律 所有的值全用单眼号 一个 里边是五个值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因为外面是双眼号 里边是用单眼号 对 能保证你不出错 知道吧 然后这里边 既然从盖子里全值 你看 大罗夫下号线 比如说盖他里边的 当然这么些很危险 对不对 能只做实验 从POSE里边传过来 也是这样的 里边的 Name 里边是大罐 盖他里边的 什么 PASS 再来一个大罗夫下号线 盖他里边的 年龄 再来 大罐夫下号线 盖他里边的 姓名 再来一个 大罐夫下号线 盖他里边的 明白了 你看一下 我现在就可以在这儿会儿通过盖子存值了 对吧 名字等于 比如说 妹子 小爱 密码等于120 再安德普 年龄等于 比如说17 给你再说小点 对吧 姓别等于 姓别等于什么 那就女吧 然后还有什么 email 等于 AHA BB.com 你看我们的污车 是不是短文章 我们得看一下 刚才他写的那条里边 slag 我们从users看一张 是不是刚才写的 我这就加进来了 对不对 17岁年龄 是不是都对应了 对 假如是写个表带这么提交 是不是也可以执行插入进来 这样的表带数据通通 PIRP 能插入到数据库 后期当会已经写个表带能插入 对吧 这样的语句 假如说 执行完之后 还有两个重要的函数 如果执行的非查信语句 插入语句 更新语句 更删除语句 是不是会影响行动数 所以咱们一定要找到什么呢 可以影响 唐数的 语句 这叫函数 影响 唐数 的函数 因为我们 语句如果 比如说删除语句 删除ID等于5的 如果ID 没有等于5的这样语句 语句会出错吗 是不会出错 那语句不会出错 那真正影响了吗 没影响 所以判断数据库有没有变化 就得用这个影响环数 对 判 判断 判断什么 表是否 有变化 对吧 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什么呢 咱给这样 就是我直接输出 谁呢 看 咱找一个 这个 区的前一次买 资料操作所影响的 记录行数 看到这个了吗 参数就一个资源 反为整数就是行数 你看 如果插入了一条数据 影响几行 对吧 一行 所以我们判断 如果 谁 这个 大于零 说明是不是影响成功 那我们输出什么 可以输出一个 操作成功 因为他大于零 说明什么 说明有什么影响 这给我们操作成功了 对不对 通常这样的判断 操作成功还是失败 不 前边是不是 他应该是低才是 你多少先讲 我看一下 语字 想检查错误失败的话 可以扫用什么 看组合后的语字 是什么样的 可以把语字打印出来 我们就刷新一下 Ease 在这就名字密码 这个妹子 120 17 这个A TRA 没有错误 但是反为假的 对不对 应该是不是我们这里重复了 名字密码 你这没有错误啊 好 这用了两次 你删住一次 这是你跟这没关系啊 Ease 这是into users 如果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怎么办呢 输出这个 输出一个什么呢 买C口 下方性 ER OR 换行 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什么 错误原因在哪儿 你看 如果这块操作成功 否则 操作不成功 我们就得看一下什么 什么原因 对不对 对 嗯 这块写上 不成功操作 为什么不成功 会不会写原因 我们看一下原因 就知道了 或者把这条 一句直接摘到 没拿着 你看 这里边 中文 不成功操作 什么 逐渐 重复了 这里边 我也 我也 嗯 ID 就是在我们 啊 这个ID 咱不是自动增长的 是不是 就是ID 每次都是 太诺人 写的是零 对不对 所以呢 与就是说啥 这是咱们创建表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输入 失误 是吧 再加ID 这块 比如说写一个8 对吧 因为 咱们只是写主件了 没写什么 自动增长 给改成自动增长之后 咱们才可以怎么的 你看操作成功对不对 ID是8才可以 这插入进来了 所以咱这块呢 可以用P2P买的密 把这个表提过怎么的 稍稍赶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lockhouse里边的 P2P买的密 然后把这表找到 你看这里边 记转PST里边 有没有一个这个表 有吗 浏览一下 把这表打开 然后呢 这里边有四条记录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结构 对吧 ID 咱们修改一下 应用ID 可以干嘛 自动增长的 自动增长 一段属性 符符号的 AI 自动增长 对不对 怎样的自动增长 咱们当时 这个就是用这工具键的 对不对 然后保存一下 不效缺什么 暂时 拐力 不效缺什么 好了吧 无效缺什么 就是 看一下 DESC USERS 组件缺整值为零 然后 组件缺整值为零 然后组件缺整值为零 空 对 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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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 入室 ID编号 我们都自个 好了对吧 你看 非空自动增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画 加载 是不是这么自动增长了 有自动增长的话 每次编号 我们在这块就可以去掉它了 对吧 这块其实就是不用加的 做表都让它有自动增长 我们这回再来刷新几次都可以了 刷新一次成功一次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表里边记录 是不是我刚才刷新了很多次 是不是有很多值 后边值是不是同步了 因为同样的值 最主要的是 我们每次都要知道最后插入的ID 什么叫最后插入的ID呢 比如这是影响行数 对不对 只有插入一顿 才能值得最后插入的ID 对吧 那我们通过哪个呢 这个函数有个 获取最后插入的ID 这个很重要 最后的ID是什么呢 就是MySQL销线 我们Insert Insert Insert ID 来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获取到 专心一下 12 再刷一下13 再刷一下14 那看表最后要记录的ID 是不是14 这个ID 是不是14的 对吧 那说获取这个ID有什么用吗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个表单 一插入 把这数据插入到两个表 这个两个表还是关联的表 对不对 那另外一表你得拿到插入第一表的ID是多少 自动过去 对不对 然后把它ID作为外界插入到另外一个表里边去 经常会这么用 所以呢 这几个是咱们必须用到的 那这一刻呢 咱们就主要讲了 如何执行四个语句 对不对 语句要记住分两种 一种有结果级的 一种没结果级的 下这个咱们就重点处理什么 那些有结果级的 那没有结果级的 需要记哪下函数呢 执行四个语句的肯定要知道 对不对 对 然后在四个语句中 所有用到的值都用单言号 这也是一个重点 对吧 然后再有什么 执行四个语句影响函数 就是没有结果级的 要知道怎么获取应用行数 插入语就要知道 怎么获取自动增长来点 对 好吧 时间关系 那咱们这些课 咱们就先这样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